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7月30日,今天在講這個林恒子的之前,這個又清源呢,就經常引用他的文章,哎呀,之後就沒得引用了,中西結封不利, 那我不知道啦,如果你知道林恒子奇人信報,就是一份財經報章,然後就賣給李澤佳,那林恒子奇人,就是如果你是玩開股票的,你知道誰是老曹,曹仁超,香港的精子嘛,政治環境啊,非常我知道啦,布斯因為我聰明嘛,老曹普通話,好懷念啊,懷念他的勇氣,草sir,他很清楚啊,當日,他是那些,以前上海, 那些,然後就一直寫,一直寫,雖然,即是他的投資者日記呢,我覺得就,即是每日都要寫,啊,交行貨,那個乘數就非常之高,但是,即是他和林恒子之間,一個就有空寫一下政經,一個就集中講一下股市,即是兩個人呢,可以說,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之一啊, 啊,那現在,其中一個集體記憶,就來我們移去啦,這個穆宰羊,就有講過穆宰羊,是什麼意思的啦,一些雲南話的那種,不知道,啊,我們就,即是譯回,吳鎮羊,吳鎮羊,吳鎮羊,那麼,穆宰羊,古宅羊,差不多是這樣啦, 那林恒子,啊,他就主要集中講一些政治上的,啊,和經濟上的歐連,池內的道別,因為本先,啊,都打算道別的啦,林山木,那以下無縫銜接,讀一讀他的文章,啊,給大家聽,啊,這裡開始,今天,啊,那拉閘,寫一些和股市有關的話題,股市,啊,股市呢,是不受地心吸力牽引的,啊,就是會升,是吧,打開走勢圖,有升有跌都好,升多就跌少, 是上泰,長期而言,股市都是向上的,香港股市就典型啦,就73年7月3號起,恒生指數604點18收市,他說點數啊,竟然都還記得,一定是翻查的啦,那,啊,昨天,啊,怎樣啊,就已經站在這個25000點水平,48年來多少聲風血雨,指數啊,曾經跌到地底泥,150點都試過,但是,仍然,啊, 升回40倍給你看,又或者,啊,你看到就是4000,那當然,其實一個定方的股票是不是一定上升呢,你是要講那個定方的地運和經濟的,啊,比如林山穆講這番說話呢,有同意的定方,啊,也都有不同意的定方, 日經指數4萬點6下來,去回4萬點尾,講完歷史較悠久,啊,還有最具代表性的,就是這個道奇斯指數,1921年呢,就站在64點水平, 100年後,今天啊,35000點,升幅546倍,又或者,54588,騙稿費啊,這個人,啊,不要這麼說,我們是前輩,我們要尊重,那他就說,指數順應,什麼來的啊,他說這個叫indexation,就是撇除通脹膨脹等等,升幅,啊,仍然是有32.35倍, 哦,就是去除通脹之後,就30幾倍,也叫漲值,喂,大佬,100年了,哼,等不到那麼久啊,100年才增值30多倍,不過跑贏通脹就厲害啊,至少保值,這個在說道指啊,他講到美國股市上行的這個態勢,非常美麗,如果以福利計的話呢,每年漲幅6%至7%,6.5%啊,這裏,如果仔細講的啊,他講到,如果大家曾經看過,啊,他寫的文章, 就知道什麼叫福利,不是社會福利那些,是說compound interest,你會知道啊,滾存資金這件事呢,從國下有的資本,啊,就成正比,越多資本就滾得越快,很快就可以躺平躺世界,啊,他都會躺平啊,就是退休啊,可以退休嘛,每一個人的夢想,是不是都是退休啊,那他也講到,我不知道定心軟,定客大家啦,在政治方面,曾經都發生過,韓國那邊啊,越南那邊啊,世界那邊啊, 啊,以及那些coldwall的騷戀那些啊,經濟上有發生過那些什麼30年代大蕭條,那,講到美國啊,70年初,90年末,啊,又有兩次的衰退,那他又講到,即使,啊,當金華爾街啦,那個金融危機啊,現時,啊,那個影響力非常驚人, 但是,如果啊,沒有下跌那來上升,大概是這樣的意思啦,如果沒有摧殘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經意外,這樣說,啊,股市的帳幅,由好友的視覺來講呢,就是那些太好友啊,一定買牛市那些,那他就說,趁低級那,啊,就令到那個回報更,就是,令到人滿意,那他也講到, 令恆生指數,杜奇斯指數,以及世界各地股市經受大風大浪營粉力上行的呢,不容忽視的一個elemental的一個元素,就是最根本最根本最根本的元素呢,就是自由經濟,也是香港人早已習慣的機制,這樣說,他講的啊,就是市場的模型之手,這樣說,他講的啊,就是,不是識到有為那些,他講的啊, 啊,在法定的規章之下,就是依法的那些,那國出其謀自由發揮,這樣說,啊,自由,啊,就並不是怎樣啊,自由不是大了的啊,啊,自由並不代表一切,啊,好像經常有這些呼聲,那林恆子似乎啊,啊,就是用支筆敲擊這些這樣的聲音,是不是啊,哎,別人收拾,不要放他上桌,不過他講的嘛,他講的啊,我不認同的,因為我什麼都不懂,那麼他又講到啊,用這個叫做澳國經濟學大師,米塞斯的說話,就是,車輛呢, 不論快慢,大小都好,都必須遵守交通規則去行車,按此平常的制度,啊,令到在市場上面,那些叫什麼啊,Outload什麼都好啦,的角色人等啊,在公平的環境之下,重要事情講三次,在公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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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環境之下,那麼競爭,結果呢,成績非常好非常非常非常好,那由反映經濟實況的長期上升,啊,的那個股票裡面來講呢,啊,就可見一班, 這裏為之第一段,第二段他又講到,現在擺在大家眼前的問題就是,事局已變,世界的股市,是否一如既往,在無形之手,啊,那個主導底下,長期提升呢,咦,這裏最重要啦,開始看一下他講什麼,是不是Elemental的,他又講到,他的看法就是呢,以美國為主,奉行的自由市場體制,那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股市,呢,仍然是會大起大落,那些看波周期那些, 有人發財就有人破產,長期來講,必然上揚,似乎這條啊,都是一條老老,but,but,but,他似乎有講到最近恆生指數的可能,因為他覺得,啊,香港股市這種趨勢,啊,似乎有一樣東西,就叫什麼,脫歐,decoupling,似乎最自由放任的香港呢,就會和西方的制度失聯,主因,大家心裡明白,就是,什麼心裡明白,不用說出來都可以的,不過他講了出來,選擇,他就說, 啊,是因為政府的友人,有人做事,那些叫什麼,友營之手,就間接這樣介入市場運作,他又講到,Government can and will do anything,政府有能力做任何事,啊,無所不能,是不是,在位選客,維保權位,爭選票,不顧後果做任何事,這個是西人的說法來的啊,那些洋人,繼人民主法治的政府,這樣做,以成慣例,美國政府就攬發那些,補掛鉤的銀子, 去到個經濟難關,不理會日後如何還債,是大家已經已熟能長知道的例子,這樣說,不過在民選的角度,政府是有可能的,是選民磨氣的,有這個近憂,反思,就會比較上按部就班,這樣說,依規矩辦事,這樣說,就不敢貿言斷言,這樣做事,這樣說,不會揮動友營之手干預市場,這樣說,這種是由上而下,不做公眾咨詢,不理會有關行業反應, 即是他在說那些友營之手啊,這樣的做法的時候呢,咦,他是不是施永青的朋友來的啊,就是怕施永青孤獨,所以大膽,哦,原來一夥的,終於,哎呀,是許修先生的,看看什麼事啦,哦,原來一夥的,於是乎,甚至說什麼啊,是陷入一樣東西,就叫做列寧主義陷阱,什麼鬼來的啊,不懂啊,然後說到,當然啦,只有集大權於一身的政府啊,才有這種這樣的餘力,這樣做法呢,可以收到短期的治標之 於是乎,啊,近日啊,北京啊,北京一出手,香港的股市應聲下跌,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,嘩,講完這樣的東西,用不讀下去好呢,不要緊啦,我就糾錯先,啊,糾正大家的過錯,他這樣說呢,只是他不明白,股市這件事,下跌呢,之後就會上升的啦,所以他講底混那些東西呢,由於孤陋寡文,我是不知道他講什麼的,我是依法無知, 是嘛,不懂就不說啦,我只是導讀的,他繼續說,大家要有清晰,正確的思想先,不過我們繼續看他講什麼,他就說北京擔心內地的那個大數據,就流落海外,有用心者之手啊,令相關企業停止,哦,這個他講的滴滴出行那些,是不是啊,好長啊,不說完啦,然後他就說,大數據外傳的影響有多大,啊,畢者就不知道這樣說,無緣之爹,不過他很贊成一件事,就是教育這件事呢,如果正規那些學校, 可以將一些英教,但是他們沒有教的知識呢,外判給,啊,很多那些考納名目的,補習學校各樣的,就是香港情況十分普遍,他又覺得這樣做幾好,哦,就是對國家的教育,啊,有微言,咦,這件事,啊,他又跟施永青,啊,夾過,都幾特別,啊,首先就由這個施永青,寫了出來,然後再由林恆子,再寫多一次,然後封筆,哇,Anyway,這裡啊,林恆子講到,香港股市, 為內地政策牽動自不可免,不過,啊,不等於說,港股是無可為,或者呢,啊,就必然,教自由體制的股市,呢,表現信息,這樣說,哦,原來有兜底,跟著就因為,啊,是證監,啊,如果可以,不受政治干預,這樣,專業運作,未來股市,啊,就可以,哇,有啊,有啊,有這句,啊,行穩致遠,於是乎,這,暗行子又跟大家說,啊,他呢,健康不佳,啊, 近半世紀以來,他就直述空益,向所欲言,有精神滿足,有實質收穫,這樣說,身心愉快,啊,多謝很多的員工幫他執留,就是那些字體,啊,他又說自己很了草,今時今日呢,就是因為之前他就說,啊,工作了48年027日,今天要跟讀者道別,啊,這句說話,啊,林別鎮言,那大家傷起他啦,這事不者健康條件上可,在大環境仍有選擇自由之下, 啊,作出的自由選擇,啊,在大環境,啊,還有自由的選擇之下,啊,那他就作出了,啊,這個這樣的自由,啊,的那個選擇,啊,做一隻沒有穿的腳仔,啊,就是這樣,啊,好,今天講到這裡, 逗